大家好 前段时间听过一条新闻 波兰一直处在反俄罪前线 自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他们一直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 德国人送头盔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送坦克了 最近波兰政府又提了一个新想法 波兰总统杜达会见泽连斯基和立陶宛总统 提出三国建立一个同盟 一旦盟友有难 他们仨相互支援 这个同盟明眼人都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反俄同盟 其实一百多年前 波兰就曾经提出建立一个海奸联邦 现在看起来要实现了 那这海奸联邦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当初怎么提出的 又为什么没能付诸现实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话说波兰祖上是阔阔的 波兰骑兵不但拯救过维也纳 还曾攻陷过莫斯科 把沙皇瓦西里斯带到华沙 举办过献服仪式 波兰国王西基斯蒙德逆高兴 还给沙皇刺了石 直到18世纪之后 国力是一路下滑 当年的平毒阵路大波波 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殆尽 波兰灭亡之后 民间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复国运动 1830年波兰爆发11月起 起军推选前俄国外交大臣 波兰人切尔托雷斯基为波兰总统 他在位期间给波兰未来的版图描绘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新的波兰是一个巨大的联邦 不仅包括立陶宛 还包括后来的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的土地 不过由于11月起义很快被镇压了 所以这幅版图成了净花水月 虽然呢 切尔托雷斯基的计划破产 但是他的思想留了下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身处东京的波兰社会党领袖 未来的波兰国父毕苏斯基 近距离目睹了日本战胜沙俄的全过程 在日本人和切尔托雷斯基的启发下 毕苏斯基提出了一个分裂沙俄重建波兰的方案 普罗米修斯计划 在毕苏斯基看来 沙俄帝国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 凭借波兰现有领土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唯有鼓动那些居住于波罗的海 黑海 离海沿岸的非俄罗斯族各自独立 才能最终实现波兰复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次年同盟国阵营崩溃 波兰军队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德军在撤离波兰的过程当中 一次性把5万军队的装备 呈建制的留给了毕苏斯基 正是凭借了这些军火 毕苏斯基在波兰独立之后 雄心勃勃的升级了 普罗米修斯计划 把它升级为了海间联邦 所谓海间联邦 是指一个由波兰主导的 包括波罗的海三国 芬兰 白俄罗斯 乌克兰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杰克斯洛伐克 组成的庞大的政治复合体 这些国家呀 以波兰为核心 随时准备应对俄国的威胁 在这个联邦当中 包含了三个海 波罗的海 黑海 亚德利亚海 所以叫海间联邦 此时波兰其实有两套建国方案 一个是德莫夫斯基提出来的 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他认为民族国家 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复国之后的波兰境内的少数民族 需要波兰化 另一个就是毕苏斯基提到的海间联邦 其实这两个方案 都能找到历史渊源 德莫夫斯基的想法 跟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的发展历程 有些类似 基于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 毕苏斯基的理念 源自于波兰立陶宛大公国 这个波利联邦 波利大公国呢 不仅与条顿人作战 还干涉俄国内政 干涉失败之后 是面临着俄国的军事威胁 两种政治愿景都取材于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 被赋予更为实在的政策主张 区别就在于国家认知上 前者代表的是大众和现代化的视角 侧重民族团结 后者呢 把国家看成一种自治和联邦 在政治上的共同体 今天的波兰共和国 其实跟前者比较相似 不过在当时毕苏斯基掌权 德莫夫斯基的想法 没能得到认可 所以新生的波兰呢 没能建立民族国家 而是把海监联邦计划提上了日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毕苏斯基决定 趁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苏俄内战之际 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呢 尽可能的多占领土 同时努力与新独立的匈牙利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搞好关系 并且呢 对波罗的海三国施加影响 如有可能则重建波利联邦 为此毕苏斯基开始整军备战 1918年出兵 攻占了乌克兰东部的重镇利沃夫 1919年占领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和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 眼看波兰卷入沙俄帝国残骸的争夺战 协约各方面立刻认证 毕苏斯基为波兰合法领导人 希望他能够跟乌克兰境内的白军统帅邓尼金联手 一起把苏俄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就在波兰人和邓尼金节节胜利的时候 毕苏斯基命令波兰军队停止前进 原地待命 原因呢 他不希望看到白军这么顺利就获胜 反正怎么样的俄国对波兰都是威胁 不如让他俩狗咬狗一嘴毛 毕苏斯基的做法 让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大为失望 再联想到海奸联邦计划 他们觉得这是波兰人故意保存实力 以图建立一个能跟英法分庭抗礼的军事同盟 这样一来 英法绝不会支持 海奸联邦就失去了世界老大的认可 另外呢海奸联邦计划里的其他国家也不团结 相互之间呢有很深的领土矛盾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波兰占领了明斯克和维尔纽斯 这就把白格罗斯和立陶宛得罪了 罗马尼亚在一战之后吞并了匈亚利的领土 特兰西瓦尼亚两国也成了仇敌 至于南斯拉夫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世仇 让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站到一个战壕里 这么多矛盾靠波兰根本就没法摆平 所以这海奸联邦计划还没有提上日程 就摇摇欲坠 接下来的苏波战争 又往海奸联邦计划这破房子上 狠狠的踹了一脚 由于毕苏斯基坐山观虎斗 让红军呢重新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红军消灭邓尼金之后大局反扑 把波兰军队打的是一败再败 很快就丢了乌克兰白格罗斯立陶宛的占领区 直至华沙保卫战才勉强稳住了局面 21年波俄两国签订礼家条约 白格罗斯乌克兰大部分归苏俄所有 海奸联邦再扩张到黑海就不太可能了 另外波兰也逐渐改善了跟苏俄的外交政策 没有成立这个同盟的必要了 因此海奸联邦宣告破产 中东欧的那些小国 也只是分别跟英法签署了盟约 保证他们的安全 所以呢 后来的历史啊 是告诉我们毕苏斯基的构想是正确的 当纳粹和苏联开始将中东欧扩张的时候 英法一直在做毕上官 一系列小国根本就无法制止侵略者的铁蹄 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是有这个海奸联邦这么一个大国 那那么这个这个说不定 那是能够跟那个波苏两国抗衡 又能够平毒阵路 波兰这个沦陷的时候呢 成立流亡政府 在英国又提到过这一概念 90年代 1990年代 波兰和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在维谢格拉德成立了一个四国经济军事同盟 巧合的是这个同盟也有历史依据 早在1335年 匈牙利国王查尔斯一世 波兰国王卡其米日三世 和波西米亚国王约翰 共同签订反哈布斯堡同盟 签署地点也在维谢格拉德 后来哪怕是他们都加入了北约 这个集团也没有解散 无论是海奸联邦 还是维谢格拉德 还是今天的新海奸联邦 核心主旨都是小国互相抱团取暖 这么一个思想 现如今俄国又倒回去玩1819世纪那一套 搞对外侵略 那波兰呢也要祭出对付俄国威胁的法子 把这个海奸联盟啊就又提出来了 好了 关于波兰海奸联邦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